市委主席 麻煩有請 國防會副主委 經濟部次長 兩位請 委員好 兩位好 我在總質詢的時候已經跟大院長說過了 針對高雄捷運公司 竟然包庇慶富集團 用洗錢的張錢注入 我們高雄捷運在大寮那邊開發水上樂園的案子 院長在總質詢跟我承諾 所以他一定會責成經濟部控制公綱 以及我們的國發會下去了解 上禮拜我在委員會裡面一問三不知 來 現在具體的請教 有關於大寮水上樂園的MOU 2016年11月的時候 高捷公司是跟哪一家公司簽MOU的 先請經濟部次長 2016年 跟委員說明喔 這個過程有兩個 兩個單位 先一個問題一個問題 來 2016年11月的時候 誰跟高捷公司簽MOU 最早的應該是一家叫做QD Partner的公司 來 QD Partner的負責人是誰 QD Partner的負責人是誰 這個細節我手上沒有 目前 你手上沒有這個資料 我在總質詢上上禮拜就問了 你不清楚 來國發會知不知道 QD Partner的負責人是誰 不了解 不了解 兩位都不了解 從總質詢完了以後 上禮拜在委員會問 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今天繼續不知道 來我直接跟你們講 QD Partner的負責人就是陳偉智 就是跟我們的公股行庫 榨帶了幾十億 造成國人上百億損失的陳偉智 下一個問題 2017年5月的時候 QD Partner 把他在MOU裡面的權利義務 移轉給新得利公司 那我就好奇囉 這種牽涉到有關於 國家土地的租用的合約 開發的MOU 這種權利義務可以私下授受嗎 來經濟部了解答案是什麼 可以私下授受嗎 呃 委員他現在簽的是MOU嗎 對啊 可以把MOU的權利義務 移轉給新得利公司嗎 可是MOU 可能最後都有一句話說 他沒有 一個限制的 你有看過那份MOU嗎 並不成為這 你有沒有看過那份MOU 我手上沒有 對啊 那很奇怪啦 那你說下面可能沒有這些權利義務 不好意思齁 是不是可以請你把我問題聽完 等一下一定有給你作答的時間 但是拜託你針對問題回答喔 QD Partner將權利義務 移轉讓與新得利公司 這個是你們經濟部給我的書面回覆 白紙黑字寫的 奇怪了 2016年11月簽訂了那個MOU的時候 有沒有收訂金 你們誰簽的 來請次長有沒有收訂金 高姐有沒有收訂金 2年16年11月1千萬 訂金誰出的 QD Partner 是QD Partner的嗎 前附公司於2016年 對啊現在又來了 你們簽MOU的代項是QD Partner的 怎麼這個訂金會給慶富出呢 這件事情有些了解嗎 今天我跟你一個政府後面支持的高姐公司 簽了一個這麼大開發案的土地租約 的MOU 結果訂金是慶富集團出的 會不會太扯啊 下一個問題 慶富那一千萬哪裡來的知道嗎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慶富那一千萬哪裡來的知不知道 主席這些時間都要扣掉 那個黃委員 慶富得一千萬是從哪裡來的我不清楚 好 我直接跟你講齁 高雄地檢署 對於陳偉智 對於李維峰 刑事起訴書裡面 2016年10月 2016年10月 就是用這些境外的紙上公司 拿假的發票 給我們公股行庫 拿了錢以後 結果洗到一樣 是他們QD partner 所控制的紙上公司 那些錢 最後回到了慶富公司的戶頭裡面 慶富公司才有一千萬 拿來支付啊 這個金流很重要啊 我上禮拜已經講過啦 我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是 慶富到今天 該追究的責任沒有追究乾淨 結果大家赫然發現 我們的高捷公司啊 竟然縱容 竟然包庇 陳偉智跟李維峰 這些炸彈洗錢犯 用一個 2017年3月 才新成立的公司 跟高捷 就可以簽MEMOU 然後就可以簽合約 而且前面那筆定金啊 竟然 是從炸彈洗錢裡面 流到慶富集團裡面出的 這不是在幫助洗錢嗎 本來是黑的錢啊 結果進入了高捷 大寮水上樂園的定金以後 變成的是乾淨的錢啊 這件事情經濟部從我總質詢到現在 提供了一個說不清楚的書面回覆以後 到今天這麼多重要關鍵的問題都沒有辦法回答欸 市長 國發會 請問一下 這些事情到底什麼時候要出來給國人一個交代 我關開質疑啊 全被躲起來 我來委員會問 什麼都不知道 那這個事情我們要如何究責 來我再請教喔 高捷 打算要在大寮那一邊開水上樂園這件事情 高雄市政府知不知道 這個媒體都有建築媒體啊 對高雄市政府知不知道 我說簽約以前啊 正式跟QDD的簽約以前 高雄市政府知不知道 委員我不是主管的單位 好 那就國發會 就經濟部 針對於賴院長在總質詢給我的承諾 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承諾我去問清楚 高雄市政府知不知道 可以嗎 可以承諾我嗎 主席不好意思 我在等他們的答覆 我說我跟委員舒明說 這一塊不是我主管 縱使 我在高雄市政府的時候 沒有啦不好意思喔 我現在不是齁 請你用高雄市政府官員的地位再回覆 我剛剛說的事情 在總質詢的時候 賴院長答應我 會請經濟部 會請國發會 回去把這件事情了解清楚 對 那我今天問你高雄市政府知不知道 你說你不知道 這個我可以接受 我現在要我的答案是 經濟部跟國發會 經濟部跟國發會 你們所控制的高雄市政府 這件事情有沒有報給高雄市政府 可不可以請經濟部跟國發會 回去問清楚以後答覆 可以嗎 這可以 可以嗎 好 謝謝 時間 這個答案喔 非常重要 因為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李維鋒有沒有做偽證 我為什麼說牽涉到李維鋒有沒有做偽證 因為 李維鋒跟檢察官說 要求 用新得利簽約 不要再用QDPartner 是高雄市政府要求我切割乾淨 如果高雄市政府不知道 已經到了很久了 那李維鋒顯然做偽證喔 這個是刑事犯罪喔 那如果高雄市政府知道 這件事情就更嚴重了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